俗话说能力越大,责任也就越大,作为球队核心,他身上肩负的责任,就要比其他人大得多,尤其是在关键时刻,他必须顶住腰力,全力帮助球队争胜,哪怕是失败,他也要第一个冲在前面。 正如吉米巴特勒所说,何为领袖,他是能在队友迷茫时,站出来带领大家走出阔境的人,责任越大,得到的自然也就越多,所以通常来讲,对球队越是重要的人,待遇自然也不会太差,但在黄蜂这支球队情况恰讨相反,作为球队核心的坎巴沃克,他新赛季的年薪只有1200万美元,几开在全队第六位。 但在数据上,他有六项统计排在上赛季全队第一,分别是场军34.2分钟的出场时间,场军22.1分,5.6次助攻,1.1次强断,以及场军命中2第九季三分球和4.5个罚球。 上赛季,沃克凭借这样的表现还入选了全明星,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核心,按理说核心的待遇都低到了这个份上,黄蜂的实力应该很强才对。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,尽管沃克身边拥有五位年薪超过千万的队友,可他们还是无缘季后赛,只取得36胜46负的战绩,减率只有43.9%。 新赛季,黄蜂的阵容没有太明显的变化,虽然送走了霍华德,可他们也吃下比勇活两年3400万美元的一家合同,最终仍然有六本千万合同,除了年薪1700万美元的比勇活以外,黄蜂还有巴图姆,年薪2243万美元,马文威廉姆斯1409万,科迪泽勒1353万。 基尔克里斯特1300万美元,这些人的年薪都比沃克要高,值得一提的是,巴图姆、威廉姆斯,基尔克里斯特都是球队的首发,而德勒则是彻头彻尾的替补,上赛季,他只为球队出战33场,但他的年薪却比沃克高出135万美元,沃克的这份合同是在2014年和球队签下的,只是一份4年4800万美元。 在当时沃克已经成为球队的第一得分手,只可惜他当时的效率太低,投篮命中率不足40%,三分球命中率近30%左右。 不过在此之后,沃克不断提升自己的投篮技能,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一名高产的分手。 上赛季,沃克以场均38.43%球命中率,可以投进2.9G3分,而且他已经连续三年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0分。 明年休赛期,沃克将成为自由球员,虽然他多次表示自己愿意继续为黄蜂效力,但球队老板乔丹似乎已经决定放弃他了。 迟迟没有许约动向,未来,沃克有会去哪里继续职业生涯呢? 只要他能保持现在出色的状态,得到一份2000万美元的新合同,是完全不成问题的。